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服装设计师 我是汪蕾蕾 从以前到现在我的作品都串联了一个东西 就是光 所以你就不管我是做任何的案子 或是做我自己的系列 我的中心思想就是光 我比较会弄这些科技跟衣服的结合 所以很多那种大型的那种表演 他们都是很需要这样子的东西 然后刚好就有一个上海的百货公司 一个新的百货公司 他们看到我们做的东西 然后就飞来台湾 问我要不要开始做品牌 现在想想就觉得真的是要 你创业要 我真的觉得一半一半 一半靠实力一半真的靠运气 就机会来的时候你要怎么 你要怎么样把握住这个机会 我当然有天马行扣的能力 可是你要有更整腻的知道这些 有了这个想法以后你怎么 落实吗应该这样说 就是更规划的把它落实 我觉得这都是需要准备好做这件事 因为你要开始做品牌的时候 你的才华已经不是最重要了 你要有很代表你的特色或风格 然后钱跟管人 你要开始创业 你就不可能只有一个人做完全部的事情 设计这个圈圈的人好像都是 好像大家都认识 可是又好像不认识 因为这个关系 我觉得搞不好我们可以做一个 文化界的或设计界的学校 第一个是组队嘛 第二个先认识大家 然后第三个是有问题的话你可以问 因为你在零的时候你要到一的时候 你是会有很多问题的 可是你没有人可以问 可是我觉得如果有这个学校的时候 你至少有问题的时候是可以问到人的 是一个有人可以讨论的 做品牌真的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就是你要怎么样 组一个队 很和谐的 一起做一件事情 是一个很重要的 对于未来 但对台湾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感谢观看